作词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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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舅舅流浪的河口 让你心中充满爱 不让生命受苦 将来一切生命 生命电视与你 共同救护生命 作曲 李宗盛 文学洇 第二代 许多要有 和美国金副 经文现在讲在,就是辩五印模镜与宽佛第三见词的经文刚刚开始。 这是佛大慈悲无问自说,说出这个五十印模这个境界, 让正修的人有个匡正至极的修法免质漏于摩道。 所以这是一种很重要的开始。 第一段是,爱无问先见摩世虚实, 勿迷主人而回宝觉。 这一段经文是说明佛的大慈悲心, 恐怕有些无闻比丘,就是没有多闻智慧。 而对于正修的时候,对于摩世没有办法辨识。 深深境界学佛的人,对于这个摩世需要认识。 不要迷失自己的主人,而毁坏自己的宝觉真心。 那么开脱第一就是佛持缘起,佛大慈悲, 无问自说,回止尽善再来平静。 那么本来想要结束了,可是看到没有人会问, 这个如果不提出来说明是不行的, 恐怕后来修法的人弄于某刀,所以佛持缘起, 而自己无问自说。 第一就是恐怕真正要修行的人,想要断烦恼, 咬伤直,成佛道。 而可是他洗心非正,正在要洗除自己心垢的时候, 用的不是正法,而落于邪尖, 或是无印的魔镜,或者是外面的天魔, 或者是鬼神,或遭到虚未妄良之类, 这个邪神鬼怪,来做这个种种的妨碍修行的事情。 如果心中不明,就会认贼为直。 心中对这个魔镜不了解,不能明白, 把贼子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那是很严重的问题。 就会把自己的求证真如自信的这个功能, 都会被他毁坏掉。 上次是讲到这里。 听下去啊, 诱佛于衷, 这少为足, 如第四禅, 无闻比丘, 妄言正圣, 天宝于弊, 摔向险前, 伴阿罗汉身遭厚游, 多欧比语。 这是佛所主要要开讨弟子们的, 这个第二个主要问题。 诱佛于衷中, 还有, 在这个正修之中, 于衷中, 正在正修的人当中, 有人呢, 恐怕得少为足。 少, 是持着这个四禅的境界。 世界四禅天, 以四禅的境界, 这少少的这个禅定的境界啊, 把它看作是四国的陷阱, 以此为足。 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举个例子说, 如第四禅的无闻比丘。 就是有一位比丘啊, 他没有多闻的智慧。 他对教理啊, 不曾去下过功夫。 他没有多闻的智慧啊, 但是他很爱修行。 对禅, 修禅的功夫啊, 他很有心要学习。 所以他这种人啊, 在佛经里面就称他叫做无闻比丘。 没有多闻智慧, 而是出家修行的这个比丘。 他妄言正圣。 没有正圣国, 自己因为已经正到圣国。 就是把四禅当做四国。 那么他这样子做, 一旦升到第四禅天, 第四禅凡夫天的广果天, 五百大节。 外道天的无想天, 时天也是五百大节。 他升在天上之后, 五百大节的天报已经完毕。 最后摔向现前。 摔向就是天人要死的时候啊, 他会有这个不好的现象出现。 那么这个天人凡是要命中啊, 有五摔向现。 五种摔向。 这五种摔向啊, 第一, 就是他头上的天罐啊, 头上的这个带的天罐, 那个花会泄掉。 头上发微, 发微是微泄。 第一, 如果他将死的时候, 头顶上的天罐的花, 自然会泄掉。 这是第一。 只看到这种情况就知道, 这个天人要死了。 第二, 预下汗流。 将死的天人啊, 他的手翼之下, 会流汗。 鬼朗咖。 我比较说, 我比较说, 这是鬼朗咖。 鬼朗咖。 就是一个异象。 双翼之下。 这个双翼之下, 平常他是天人不会出汗的。 天人的身体很相继, 很坚定, 不会出汗。 可是他将死的时候啊, 鬼朗咖。 这两边异象就会出汗。 这是第二个摔向。 第三, 天人穿的衣服都是很干净的, 不用洗。 一样就是干净。 因为他们身体干净了, 不会出汗了。 所以他的身体啊, 平常衣服穿的很干净, 不用洗。 可是他临死的天人啊, 他的衣服就会脏了。 发现他的衣服有脏乱。 那个脏脏的这个东西, 出现在这个衣服上, 这就显示这个天人快死了。 这是第三个摔向。 第四啊, 身体臭味。 天人的身体一样是很相结的, 不会有臭味。 可是这个临死的天人啊, 临死的时候, 他的身体会出一种臭的味道。 好像世界人的浮臭一样。 他会出一种臭的味道, 让别的天人闻到啊, 不喜欢, 立刻它。 这是第四。 第五啊, 不要本座。 他平常受用的环境啊, 他不喜欢了。 就在处处都不慎吼。 天人死比我们人间的人死啊, 更苦。 为什么呢? 天人将死啊, 他有俗命中。 他知道死掉之后, 要到什么地方去。 如果他死掉, 要转身到, 这个人, 出生到, 那他痛苦得不得了啊。 天上的强受, 突然之间, 动落在出生到, 那还出得了吗? 所以这个天人, 临死的时候, 他会知道他要死掉之后啊, 转身到什么地方。 那么这种的痛苦啊, 是世间上没有的。 如果是人啊, 什么时候死不知道, 莫名其妙的死掉了。 死掉要转身到什么地方也不知道。 这样子还没有那么痛苦。 知道死掉的时候, 要到什么地方去, 那是最痛苦的。 天人有着五衰象限。 这个五衰象限的时候啊, 就知道僵死了。 而这个吴文彼修啊, 他修第四禅, 得到第四禅的禅丁, 升到第四禅的禅天。 升到禅天之后啊, 然后, 他享受了五白大街的天上的果报。 这五白大街的天上果报享尽之后啊, 他结果就要堕落了。 所以临死的时候, 他这个死相限前, 知道自己会死。 那么因此他发现, 诶, 佛不是说, 阿罗汉没有生死了吗? 我已经在阿罗汉国。 他把他的这个, 四禅的禅定啊, 当作阿罗汉国。 我已经在阿罗汉国了。 为什么我会, 我还要转身啊? 所以他就会诽谤。 佛说, 阿罗汉没有后友, 这是骗人的。 因此他就谤佛。 所以说, 放阿罗汉身遭后友。 他诽谤说, 佛说阿罗汉没有后友, 不会再去受伤。 有, 是有生死, 有龙回。 佛不是明说, 在阿罗汉国没有后友了吗? 可是我, 现在要堕落在后友, 还要再去受伤。 那么这个佛说的话不是真的。 他是骗人的。 那么因此他就谤佛。 说, 这种阿罗汉国呢, 他的身体还有遭受到后边有个生死的身体。 这样子, 阿罗汉没有生死是假的。 那么他一谤佛呀, 这个大妄语, 这个谤佛的罪业很大。 一方面, 以四禅当四国, 这个是大妄语。 一方面, 毁谤佛, 说佛的说法是骗人。 因此, 谤佛, 这个罪过最大, 当下就要堕落在欧毕地狱。 到这个最苦难的地狱去受苦。 这一段文啊, 我只先顺着文字, 做小文解释。 然后我们在研究啊, 诸解上面, 他的说法, 也得需要说明。 各位, 大多数都有, 原音法师的讲义。 原音法师的讲义里面啊, 这一段文, 它怎么说呢? 它引证制度论的文字说, 它这个经文, 它的解释在第二十二卷, 叶玛就在一三五三, 你把它记起来, 回去找这个诸解, 它是这一段文的解释。 它这一段文的解释到最后啊, 有三行多的文字说, 制度论员, 有一笔修, 诗心自修, 五广文废, 不是诸禅, 三界地位。 修的诸禅, 统为出国。 它这个统字是错的, 原文是辩, 它这个是印错。 应当是辩位出国, 不是统字。 这个旧节里面的统字, 应当要把它改成辩, 方便的辩, 辩位出国。 乃至世禅, 辩位世国。 命运尽时, 见忠音像, 辩生邪间, 邦无涅槃, 罗汉有声, 义是因缘, 极朵迷离欲中。 盖, 经论一世, 而详略异而。 这三行文字啊, 这个清朝初年, 有一位达天通理法师, 他就认语经, 叫做执掌书, 如指诸掌, 执掌书。 认为他那个, 朱节简单显明, 如指诸掌, 所以叫做执掌书。 他这一段文完全抄执掌, 可是他抄的方式啊, 有个问题。 从这个仪式因缘, 在基督尼迷离中。 下面盖, 经论一世, 而强掠义, 也是执掌。 可是他中间啊, 中间掠掉一百零五个字。 他在这中间掠掉一百零五个字啊, 为什么把它列掉啊? 是执掌汇通经论的这个文字。 执掌啊, 他汇通经论。 就是这笔经文所说的, 跟这个制度论的论文所说的, 不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啊, 他加以汇通。 执掌加以汇通。 因为这个中间有一百零五个字啊, 我也把它念出来, 给诸位做参考吧。 执掌原来就接下去啊, 就在刚才的这个《余子因缘》 极朵尼迷离玉中这个文字之下, 执掌有下面一段文。 他说, 经缘无文比丘, 这论中有一比丘。 经缘无文比丘就是指现在经文。 现在经文所说的无文比丘, 就是制度论里面的有一比丘。 制度论里面写有一比丘, 不是写无文比丘。 吴广文会称为第四禅者, 这论中修的出禅来是四禅。 这是对照这里说的, 他没有广文之智慧, 修四禅当作四国。 就是论文里面的, 从出禅到四禅, 他们正到了。 所以说这个无文比丘正到这个境界。 这个经文所说的, 妄言正胜。 这类经文所说的妄言正胜, 这论中便为出国乃是四国。 就是论文里面所说的, 他把四禅当作四国。 这个文字。 这个没有问题。 接下来, 汇通的就是问题。 天暴已逼, 这论中命运禁食。 这里经文所说的天暴已逼。 我们现在经文上, 有天暴已逼这句话。 这个天暴已逼这句话, 就是论文里面的命运禁食。 这个对不上。 因为我们现在经文所说的是, 天上的五百大街的果报已经完毕。 可是这里论文不是这样说。 论文是说, 他这一生修在四禅的人, 命将尽的时候是当生, 还没有升天。 这个要特别注意。 就是论文里面说的这个比丘, 他正四禅的时候还没有升天。 没有升天, 看到天上的天暴现天, 他就已经知道命将尽, 要升到天上去, 到第四禅天了。 这就是命运禁食。 可是我们现在经文所说的是, 天暴降尽了。 五百大街过了之后, 天暴降尽了, 已冰完毕了。 一个是天暴已逼, 一个是命运禁食, 完全追不上。 一个是人间刚要死, 一个是天暴降尽了, 要下来。 完全不同。 听下去说, 摔向现前。 经文里面的摔向现前, 论文里面的论中, 见中阴相。 中阴相。 经文是说, 天暴五百大街满了。 注意听啊。 天暴五百大街满了, 将死了。 天上的五衰向现。 天上的五衰向现前了。 那么, 经文说的是, 天上的五衰向现。 而论中所说的是, 中阴向现。 中阴向现是指, 第四禅的中阴身。 要升到第四禅的中阴身向现。 就是说, 这个无文彼修啊, 在人间修的四禅。 四禅成就了, 要升到这个第四禅天, 就是广果天。 他要升到这四禅天啊。 诶, 这个时候, 他就升四禅天的中阴身显现。 中阴身显现。 这个中阴身一出现, 就要升到四禅天了。 他一看, 不注意啊。 我是, 这俄罗汉国啊, 为什么会有中阴身显现, 要升到四禅天啊。 所以, 论文所说的, 跟我们现在经文所说的, 完全是不同。 我们经文所说的, 是已经升到天上, 五百大禅满了, 摔向现前。 而制度论所说的, 是在人间修四禅, 四禅满了, 要升到这个第四禅天的那个中阴向现。 一个是天报响定, 将降落。 一个是还没有升天, 将要升天。 这完全是两回事。 所以我从前看到这里啊, 我们把它对照出来, 发现有这种情况。 就觉得, 这个抄的时候啊, 老人为什么不注意到这个问题。 应当不必这样抄。 顺主文字把它解释就好了嘛。 所以啊, 应当要知道, 经文所说的, 不是释迦牟尼佛式的五文比丘。 注意啊, 不是释迦牟尼佛式的五文比丘。 经文所说的, 我们现在, 这个, 这个, 天报以弊摔向现前。 这个人呢, 是在五白大街前, 五白大街前, 在其他的佛的面前呢, 修这个四禅天。 修四禅天, 正好是释迦牟尼佛式。 哦, 知道吗? 时间有没有容易清楚。 他是天报, 他是九元, 五白大街前, 一个五文比丘。 释迦牟尼佛式成就了, 针到这个天上, 天上五白大街想定了, 他要堕落的时候, 正好是释迦牟尼佛式。 就是释迦牟尼佛式的时间。 那么这个论文所说的是, 现在才要生。 那么论文所说的是, 杨蒙尼佛式的五文比丘。 那么, 这样应当要知道, 五白大街前, 有一个五文比丘。 已经四禅城丢了, 三道四禅天。 在广果天, 五白大街满了。 那么因此, 他摔向现前, 才发现自己不是俄罗汉。 而不承认自己不是俄罗汉, 而是认为是俄罗汉, 而生召后友。 那么一般佛, 他就堕落地狱了。 那就变成了, 有两个事情。 一个是五白大街前, 修成四禅天的禅定, 物以为是四国。 升到四禅天, 广果天呢, 去享受五白大街的天, 这个天的福报。 五白大街满了, 将要堕落了, 摔向现前。 这个时候正好是释迦蒙尼佛式。 这是经文所说的, 这话。 而论文所说的是, 释迦蒙尼佛式也有一个无文笔穷。 跟五白大街前的那个人相同。 他也是没有多文会, 不了解这个教理。 那么四禅当四国。 他四禅成就了, 他就因为正道四国了。 那么天上的中英显现了, 他认为, 诶,怎么会有后游啊? 因此棒佛而堕落了。 这个释迦蒙尼佛式的这个无文笔穷啊, 是还没有升天。 还没有升天就已经堕落了。 这个问题更是严重。 十分钟一点点。 所以ANS。 这就是批诚啊, 还有此时期待。 备不着急。 感觉的。 由于蒙尼佛式公多。 这都是隔绍檐、 一个香烈組的。 她是其他。 有丁度, 很轻易。 备会。 适量的。 适量的所谓。 水野火。 因为家儿都已经提搅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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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